全運會公路單車女子個人賽 港隊的20歲李思榮奪得金牌 亦是香港在今屆全運會的第二金 同時是港隊在女子公路賽全運史上的第一金 她以3小時04分42秒拿到第一 而另一名港隊車手楊善玉就得到第五名 不過李思榮透露 第一戰術本來是由楊善玉去衝 但她最後認為自己可以去到甚麼位就去到甚麼位 李思榮認為一班隊友功不可沒 三位隊友在賽前一天在團體賽發生意外 都有大雙上陣為李思榮掩護 香港在今屆全運一共獲得兩金五銅 其中單車隊的成績最好一共奪得兩金兩銅